川普扬言现在很有可能全面脱钩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军事跟战略上 为了围堵中国 各式各样全新的战略布局 通通展开 对川普先前他在一个 这个美军成立太空军的一个会议上面 那像外界 这一个直接讲说 美国现在有超厉害飞带 那事实上他那个形容用法 如果要再更白花一点 应该是无敌超厉害 超级无敌厉害都可能 很白话的话 很像不要像小学生的说法 那他这个讲说 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武器 他的速度可以到达音速的17倍 那外界就回来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飞弹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讲 事实上这一个川普他号称 这个超级厉害飞弹 事实上应该已经打趴中俄 但是他可能没有很认真 这个听去年 俄罗斯总统普丁他去年也声称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飞弹 那时候普丁号称他们是20倍音速 所以事实上他17倍音速是输普丁的 那他的这个讯息可能没有掌握得很好 那17倍音速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概念 基本上音速来讲 我们都一般来讲都用一马赫 一马赫事实上就是时速 这个1224公里 那如果17倍来讲 换算大概大约就是一个小时 可以飞2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这样一个这个高速 这样的高速概念大概是什么 反正这个绕地球一圈大概就4万公里 那如果从洛杉矶打出来打到上海 基本上是1万公里的射程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美国从洛杉矶发射 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的飞弹打到上海 基本上半个小时就飞到 这速度是非常快 那这要达成他有一个他全球一个小时之内 能够快速打击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这样的飞弹外界当然好奇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飞弹 因为先前解放军在去年11阅兵的时候 对外曾经公开展示东风17 那东风17事实上已经试射大概30几次 那美军也有相关的掌握 那认为说它是属于它比较特殊 它是属于HGV 这种属于把这个透过弹道飞弹的这个载具 然后把这一个弹头打到高空 然后回程要反大气层的时候 大概60公里的高度释放出那个弹头 那弹头它就会在空中滑翔 所以它是一个滑翔体的方式 那藉由这样的一个操控 躲避敌方的雷达 那过去弹道飞弹 因为它的弹道是固定可以计算 防空雷达可以 防空飞弹可以拦截 那这样的飞弹就很难拦截 再加上说目前来讲 东风17一带预判 大概应该有到10倍音速的这样的速度 那好美军这两年开始 事实上他们内部就开始 花了很多的钱 开始这个大大的展开 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 那事实上美军的研发 他们的这种军工武器很特殊 它不会只有一个单位 就是去研发这武器 所以他们陆海空三军 各自都花钱去 然后还包含它国防部的DARPA 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 都相互合作 那所以他们是一个 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高超音速飞弹 基本上大致上国际看是分两种 我刚刚讲的那叫HGV 它是一个滑翔体 带一个滑翔弹头 它本身是没有动力的 另外一型叫HCV HCV它是属于用这种 这个超燃发动机 那它本身 飞弹本身是带 这一个发动机 有一个动力 那目前美军来讲 它大概比较明确的 是两个 事实上他们好几间公司在研发 包含这一个雷神 雷神跟这个 这个它的研发的这个叫 这个HAWC 它是一型 就是属于HCV 那另外像洛马 洛马是你本身就做了两种 HGV跟HCV都有 那现在目前比较成熟 对外曾经曝光过的是一型 AGM-183A 这一型的飞弹 去年它透过B-52H轰炸机 有挂载空射 那外界以为它是属于 这种超燃发动机 但事实上它今年公布最新的画面 才惊觉 原来它是属于带滑翔弹体 因为它这个打到太空中 它的这个弹头的 这个原罪一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个很像扁钻 的一个 这个滑翔体 那同样是跟东风17 是相同的原理 所以目前来讲 洛马做的这一个 它叫简称叫ARW 这一型 这一型是相对成熟 这一型它的这一个 等于说它的测试过程中 应该可能有到10倍因素 但是有没有到川普 号称说17倍因素 这一点外界当然 某个程度是质疑的 不过我们看到 就是说除了解放军之外 事实上解放军 目前除了HGV之外 它的带超燃发动机 这种HCV 今年美国情报单位 也侦测到 它的这一个射程 可能会比东风17更远 可能有到数千公里资源 那也目前正在研发当中 那当然俄罗斯 它是最早宣称 它高超音速武器 是开发成功的 所以像我们画面上看到 像这一型 它的这一个进气孔 在下方的这一种 大概就是它的告石 这一种的反舰飞弹 超音速反舰飞弹 不过它速度 也不过8到10马克 都还没有到这一个 川普号称 有17倍因素 这么快 那当然未来这个包含 川普成立太空军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防备 这个解放军 它的高超音速武器 的相关的这个威胁 所以它未来太空军 包含它自己本身 开发这种高超音速 飞弹之外 另外它未来还有天机的 卫星的 这种的机载的这个镭射 那还有这个战机 直接可以带这种空载镭射 还有地基的镭射 那还有带了 未来可能会投入 很多资源去开发 高达500枚的商用卫星 放在禁地轨道 那做一个感测器 全面性的在这一个亚太地区 进行对解放军 任何一举一动的监控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